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千 那今天是黄金周的第一天啊 这价格走的我刚才看了一下 真的是昨天就是我交易完以后呢 这价格突然间开始反转啊 我也是当时正好没有交易挺幸运的 那今天还是跟我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走势吧 先从欧元美元开始 我刚才看一眼画了一个这条线啊 底下这条蓝线呢是还是我们一直看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支持位啊 这还没有变 然后昨天突破了一个这个这条线啊 就是突破了好几次一直都没有突破的一条线 这里也就是一个小时图来看是这个这条线啊 这个一直都觉得他突破不了的一条线啊 现在又到了日足的这里啊 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稍微有点阻力的一个地方啊 今天真的是也是一路上涨啊 昨天这个大洋主走的倒不算是无头无脑大洋主嘛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上升的这个大洋主 所以今天呢这条线能不能突破呢 目前来看还不知道啊 所以今天纽约市场会具体怎么走 咱们还是先观察观察 从这个今天的走势来看 应该是做多比较比较好忙啊 比较安全 所以他如果能到这个值左右的话 那就做一次多 所以在这之前呢就先等一等看他这个蜡烛是什么走什么动作啊 那再看欧元和日元 欧元日元还是不变的 还是这个位置就很难突破啊 这个点 因为从啊这个周图来看 他这个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啊 所以在这儿啊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那今天 莫非欧元是走涨势呢 因为今天呢走了真的真的就是一条大洋线 而且他还是反着趋势在涨 涨了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做多还是比较好 但是呢要静静的观察一段时间 现在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入场 然后我们看美元和日元 今天昨天一度上那个107元之上了啊 现在又下来了 所以还应该下跌的趋势比较强 所以今天美元还是看跌吧 刚才睡 刚睡醒了 有点脑子还是不太灵活 那再看硬棒吧 硬棒还是这条线 日足来看一个支持位 然后到了一个这个压力位 开始走下 它是属于盘整期啊 不知道这个位置它有没有反应 今天这个走势有点不太习惯啊 真不知道该往哪边做了 因为它是 它是这种上去下来去 而且现在我们还处于这个盘整期的这个中间地段 所以就 现在还真不知道怎么判断 今天可能有点稍微有点难 所以现在近了纽约时间 咱们再来看一看 我看现在欧元往上冲的这个气是挺大的 磅元现在也上来了 我在想如果它欧元要走的稍微再高一点的话 做一单空啊 空一单试试 但是其实最好是等到它下来 然后做多单 我这样做空单有点危险 做空一单试试 现在势头挺强的 那这个时候旧的我觉得应该做反单吧 因为这个位置应该不会马上这么快就上来 应该稍微再盘一会儿 但是还是把这个72这条均线张作一条趋势线 现在我就想确认了 但我又不想确认 而且日元也来到了这个附近啊 算了还是履行我的交易计划 实话这东西你没办法确认啊 它可百分之百可以下多少 所以现在既然处在这个下降的时候呢 就试着让它多走一段时间 最好是走10个点 因为价格应该不会差那几个点 那所以我现在还是等吧 不要确认了 oh no oh no 好纠结啊 拿了活动 刚才还是确认好了 但是话说了 刚才如果确认的话 然后你怎么办 反过来你敢做多吗 反过来我也不敢做 不敢做多 所以那不敢做多 那就吃仓 所以我还是觉得 在等10个点是正确的 看到真是下不来了啊 我现在好想确认 好想出场 我在想那些大神 他们交易的时候啊 我一开始以为都是那种 就一入场 就特别信心满满在那等 然后就好像可以完全预测未来一点 其实真不是啊 所有不管你多么厉害的那个 交易员都肯定会没有信息 对你入场以后 我看了那些日本那些厉害的那些 交易员都是入场以后 就一直在想一直在考虑啊 但是他们唯一一个特别好的就是 始终贯彻自己的交易计划 交易原则啊 然后我的考虑也是就是一定要执行 自己的交易计划 不要顾着眼前的这个利润 可能这个出约者来说看差不多了就赶紧确认了 但其实 再多等那么一段时间呢 你可能就真的赚了10个点或者11个点 那这样下来的话长期来看呢 平均的收益就真的在10个点和11个点左右 那反而如果持损的时候 怎么反过来看 你现在是处于输5个点的状态 你会确认吗 一般交易者来说 现在如果输5个点的话 是不会确认的 肯定会是等到他到了10个点 规定 比如说你规定自己10个点 然后退赏的话 那你肯定是会等到他到了10个点以后 你才退出 所以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 做的话 那长期来看 这样肯定是会输钱的 所以执行自己的交易计划 执行自己的预期 才是最关键 既然你继场了 你就贯彻你的交易计划 说到这么装低的话 但是我还是想退场啊 令人确认了 Oh my god 下来赶紧给我下来 让我来个开门喉 下到这个蓝线这附近再弹回来 不行吗 给我点面子不行吗 差一个点 差一个点个 就差这么一点 就真下不来啊 今天11点 不会有什么发表吗 没有啊 我刚才看了 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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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不要我先 虽然它下来了 但我刚才真有点害怕 刚才什么情况啊 这近况指数发表吗 不就是 这个近况指数发表 也是稍微有点重要 但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哎 中间商就是在这块 个影人 你知道吗 一下把手机费干到11点 然后那个价格动的 刚才你看到了 最好的选择就是出厂 而且刚才这好还能力了 那我就想还是出厂 这个时候 这个 买买欧元了啊 应该买欧元吧 这是不应该吗 我觉得应该买欧元 欧元现在挺强的 刚才跑了就对了 不用在里边待着 就一般人打仗 咱就看热闹了 刚才好像赢了4个点 那样 就不算了 我给欧元 可以啊 欧元 欧元下来了 欧元给我涨 今天欧元做多 应该没错 刚才做空 稍微有点被动 所以呢 现在既然做多欧元 那就 今天就最好 一直做多欧元 欧元现在涨的不错 看这个 情况应该挺强的 OK 10个点 所以欧元强的话 就简直就多买欧元 今天就是日元比较弱 现在可以看出来了 就变满日元就行 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交易机会 然后现在就在等欧元和美元 具体怎么走法 还是那样 现在就是市场有点太活跃了 作为短线的话 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入场 只有在平静的时候入场 那我看现在欧元长得很猛 长得真的不错 但是它现在来到了一个 100的位置 一个整数位 在这个附近 它应该 会有个调整吧 但是现在像这种 直线上升的 就还是不要入场 短线不是说要拿一个段 特别大的利润 所以这就是说 短线为什么 没有办法 可以使自己的利润 扩大得很大 英文的意思是割头皮 它就抓那么一点的利润 这才是短线的精髓 像市场这种大的利润的时候 就不要试着去抓了 那这种时候 你就不要上 千万不要紧 耐心的等待 因为等待呢 也是一种交易 它也是市场里边存在的一个元素 但我觉得它到了这个线附近呢 就应该稍微有一个调整 稍微平静一下 那现在也不可以就是说 觉得到一个线了 马上就打空单 在这挂一个空单 因为市场有一个惯性 它可能 虽然说这个点是比较一个整数点 可能挺难突破的 但是如果一个惯性 它可能惯到这个地方 然后才慢慢往下走 所以你要等到这个惯性的 没有的时候再进去 半日我还是想打空单 但现在最强的是欧元 然后这个每日 还是到了107这个位置 就上不去了 被打压下来了 那我看欧元可能稍微 这个位置看来还是有人 有人在做空单 或者说他们在出场 说明这个位置呢 比较关键 那我们就在这个附近做几单 就是特别好的选择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你看现在价格又穿升上来 所以不要在这种 特别急促的时候 进场做空单 虽然它是一个 比较稳的一个点 但是也不要这么冲动去做 因为现在太多人 太多的多头都在这 都还在这等着呢 还没有去 没有那个退单呢 那这些人就挣这些 入场做空的人的钱 我们必须要跟他们 跟他们一会儿才行 不能跟空单一会儿 可能有的人就说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交易 这样的 那确实没有办法交易 因为你做的是短线 短线只能在市场平静的时候 在进 那今天好像市场最动荡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交易 看着 有很多人看着就有可能有点很不爽 这就是交易心理的问题 一定要克制住自己 不要情绪化交易 这个时候棒应该可以进了 棒进一旦试试 棒员这动作太大了 就动这么讲两下就五六个点 这就是他难交易的 短线特难交易一个原因 但我觉得他现在下来几个点 应该是可以的 棒挺强 棒真的是稍微动几下就十个点 特快 为什么进棒空单呢 因为他今天不是很强 不应该穿的那么快 完了我要打脸了 完了打脸了 打脸了 真的是 他这个动作太快了 就稍微几下就十个点 而且手机费还是一个点 但我又不想扛太久 在这 刚才应该再高一点 再打 打空单 好吧 现在一胜一负 棒 Soda呢 我真觉得刚才 现在应该进可以 等到12点再说 过了这个小时 到这我再打一打 还想进一段棒了 但真说实话 棒十个点试试 真是有点太短 他动作太大 或者说想做棒的话 把你的资金呢 一定计算你的这个破产风险 比如说我现在交易别的货币 都是三手 那你交易棒元 可能就进两手价 然后把你这个止损 设成20个点 或者30个点 这样做也是行的 但我还是坚持 我十个点的原则 只要胜率 维持在50% 或者60% 就可以了 随着你这个操作的时间 越来越长了 越熟悉这个市场的话 让你胜率提高了呢 赚钱的几率 就随着增大了 但是在管理好你这个资金的这个前提下 我在之前视频也常说过 不要总是想着 你的交易手法怎么赚钱啊 只盯着利润啊 这样做是肯定不对的 一定要考虑好 你怎么把你的资产保护好 尤其是初学者 我也是吃过很大亏的 所以当时如果真的是早一点 有人这么跟我说 那我就不会吃那么多亏 再进一趟 那这棒一点 点下来就一 就两个点一个点 啊我今天被棒给干了 我日了 哎 冲动了 原来差这么多 刚才小头里看好像挺短 崖拜 那没关系了 晚上到了那个止损点 赶紧止损 那让我减10个点吧 啊啊啊啊啊啊 让我减10个点吧 哎呀他莫非要给我10个点 让我减10个点吧 给个面子哥 然后给我10个点来 OK 嗯啊啊 还是确认有点早吧 我感觉这10个点好像是我减到的啊 反正每次一入场呢 心态马上就变了 这应该我想要提高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都刻意我自己说 既然入场了 那就完全履行自己的交易原则就ok了 那好吧 那现在是两胜一负啊 那我们再寻找交易机会 我看这个欧元 欧元现在已经上到了1.1000这个点之上 那我觉得他差不多差不多可以空了吧 那这时候空空欧元好像觉得有点跟大哥做对的感觉 一般不敢空欧元 哎我去棒加那么多啊 刚才出的有点太爽 那个欧美进一单啊 期待一下欧美 现在市场都已经平静下来了 大家应该能有那种感受吧 大家都累了 看样子都大累了 刚才棒日这档真的有点心态稍微有点不好 因为在这刚才输了一段 然后刚才赢的时候呢 入场其实挺对的 但是没有把利润稍微抬到10个点以上 最少最少得到12个点再确认 我觉得挺这刚才做的这个棒棒日有点心态上不太好 所以能看出来交易心态是很重要的 但是像我们这种交易心态不是很完善的人呢 就一旦你要进场就记住一定要执行好自己的交易计划 不完成你就不要出场 那刚才我也算也算完成这个交易计划 这点还是挺好 只不过没有那么完美的完成 那像现在进的这个欧美 那说实话 他到底能不能下来是谁也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能确认 我一入场100%可以赢 肯定是有输和有赢 那你进来了以后呢 你就要想你为什么会进来 像刚才我为什么会进来 因为觉得他涨了这么多 然后到了这个点 他会稍微的有些徘徊 不可能一下子就上了很多 所以我就在这个他比较平静的地方呢 然后进来 进来了以后 那他能不能给我10个点 就看运气 那他要是反向走了 那你就吃损 再寻找下一个交易机会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不要输了一次 就好像特别否认自己 这种交易方法不行 什么之类的 千万别这么做 没有一个交易员说 他下单之后 保温之百 就确认我肯定会获利 那些在网上说什么 很厉害 宣传很厉害那些人 你可以要么你就跟他说 那你把你实际视频传了 我看看 你在我面前交易一次 让我看看 你讲那么多理论 理论谁都会讲 完了 我刚又说完了 价格就回来了 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也没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那些人 不是说他们不好 因为他们最起码 他讲的东西呢 虽然他可能做不到 但是他讲的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不要做讲的人 也不要做光听的 我们要做实时实践的人 去实践一下 这套理论 你可以赚到钱 可以稳定获利 那就是好 不要马上就否定 实践以后再再说 这些交易理念呢 看书啊什么的 大家都可以学到 但具体怎么实践 那个细节怎么做 这就能看出 挣钱和出钱的差别 所以不要把交易 想的那么复杂 那么深奥 保持简单就是第一 在简单的前提下 你得计算出一个正的预期 也就是你的盈利和损失 你都得规定 都要做一个规划 一般出学者 只是随意的在交易 就是看这个价格 他这么动 感觉他要降 那我就入场 价格下来了 就几个点 我赚钱了也很确定 还可以啊 我很厉害 我是天才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一入场 然后他价格 跟他入场的方向相反 相反以后他就说 我决定 他肯定会回来 我再等一等 等等等等等 输了能有三四十个点 他还不放弃 最后爆仓了 他才说完了 我这个交易话不行 以后不能这么再交易 大家自己想一想 那是不是这种 这种交易者 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这样 所以那今天如果 你看我的视频以后呢 就会考虑考虑 自己应该怎么改 改善自己的交易计划 那虽然我在这可能 不会盈利啊 不会说场场都赢 但是我觉得我 跟大家主要的目的 不是在展示 我是怎么交易的 而是展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 他在想什么 他是怎么交易的 当然我不是说 我是成功的交易者 我也是朝着这个方向 在努力 但我觉得 我努力的方向是对的 不是说你交易赢钱了 就代表你的这个 交易方式是对的 也不是说你输钱了 就代表你这个 交易方式是错的 有些东西 真的是自己体会 才能体会的到 我不知道我表达的 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就是说现在在这个 冠状病毒的这个期间 大家应该考虑考虑 将来以后 就是做什么样的生意啊 做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真的我觉得 世界上可能很多东西都变了 现在我觉得 咱们全人类 应该正式进入一个 虚拟化的世界 朝虚拟化的世界 迈进了一步了已经 我看现在 真的是疫情出现以后 其实大家在家待着 该做什么工作 该干什么干什么 都可以做到 而且我觉得将来 大家也都想 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你们要不要学学投资 做这些虚拟货币啊 当然我不是商务大家在这 宣扬做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人啊 因为我真觉得将来 不会在网上工作 不会在网上赚钱的话 那真的会被时代淘汰 我看大多数看我视频的人 好像都是30岁左右的 30到40之间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80后嘛 正经历了这个转变的这个过程 我们要在这个转变的过程 一定要试着顺应这个转变啊 我说这么多 这价格也不够我面子 啊欧元 哑拜 我说这么多 啊 太打脸了 所以欧元太强了 这么强 不愿意跟他做对啊 好不好不说了 但现在目前还是两胜两负啊 不是说的很惨啊 刚才可以确认我这个方向做的不对 欧元现在是大哥不能惹的 我的棒呢 我的棒怎么说 进一单棒 我还总输了呢 我还不是这么不给面子吧 看棒我一按就散个点 这么差吗 我今天交易 太刺了吧 棒哥 刚才说了那么一堆装逼的话 完了输了 输这么惨 不好意思大家 那以后不说了 话说回来 我为什么在这入场 有点 有点冲动啊 这入场点 那既然入场了 那就完成自己的交易计划 就ok了 输了就输了呗 反正现在两胜两败 然后第一次交易 我还减了四个点 什么现在还是盈利的啊 啊 可思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 这个动作有点有点腰 我刚才那个欧元做空那单 因为这个欧元 他涨得太大了 今天太强 要平时的话 不是那么强的话 他应该可以下来十个点 刚才就下来 最多好像五个点 就不动了 看欧元在这还是在这停着啊 上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点 应该能多逛一阵 那刚才如果挺 挺个十五个点 所以他就下来了 会是这么想 但是呢 这么想是不对 到了那个点 马上止损 别想那么多 输了就输了 输了再找下一个交易 这就是做短线交易的这个关键所在啊 不能让你一次的这个交易呢 毁了你之前所有的交易 你像如果我刚才那个交易不止损的话 输了三十几个点 那我接下来的这个交易就变得更困难 你必须要连胜三次才能才能赢 但我要是刚才那个交易 我就输了一次 输了十个点 那我就想我下次再 捞回一次 捞回来一次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如果连续输了三次 那就算了 那我今天不应该交易 输了三十个点 我还交易什么 今天就是不适合交易 那就换 那就不交易 反正输三十个点 也不会输掉我所有的一切 而且随着你在市场上 就是观察这些蜡烛的这个动态啊 你渐渐的胜率会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 我的胜率其实还是在50%左右吧 能不能达到50% 还不知道 看这次吧 棒哥给点面子吧 别把我面子当鞋垫了 啊欧元下来了 嘶 现在真的真的真的挺不爽的啊 上去又下来了 其实今天在这个位置交易的时候 他下来 应该让这个利润多跑一跑啊 对啊 今天就应该看棒低的走低的 Soda呢 今天是三败两胜 这真的是存在运气城外啊 就是刚才如果我在这做空 那可能就没到10个点 就不会止损 然后现在就会有利润了 但是运气呢 是不会一直有 也不会一直没有 所以就不要把输赢堵在运气上 棒的话能不能再做多一次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这个点挺低了 你要搞我我也没有办法 这次算不算冲动交易呢 啊我热 啊我太热了 为什么棒这么弱吗 一点都上不来了 太热了 啊真的脑子有点进水 这不能做多啊 我去不会到这他又要上来了吧 水平太刺了 哎水平太刺了 四败两胜 冷静冷静 我今天真的不会交易了 今天最大的失误 我觉得应该是 在这没有把利润扩大啊 做空 棒圆是方向是对的 我现在好像还是想做多棒圆 一只损就上来是吧 刚才这 刚才那个单进场 有点太水平太低了 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不可能马上接过来 上个视频我还说不要接刀子 我刚才这属于接刀子了 这两单输的全输的 所以说短线交易 要想赚钱真的挺难的 昨天赢了那三 三连胜 今天就已经输回去两回了 今天胜率太低了 被这个棒 棒日干了两回了 我再进一单棒日 该涨了吧 真的只要不到了那个点的话 就不要进场 你看我刚才进场这个点 这个点进的有点 进的有点水平太低了 那么这次我就想让利润 再多跑一跑啊 一定要10个点以上 我才放弃 如果这次又输了10个点 那我今天就不交易了 那我就战绩又又又 又归 总体还是赢的 但是咱们就从5月开始吧 我看我这5月我能最终能赚钱 还是能赔钱啊 那5月交易日就算20天 那每天输30个点 那就是600个点 600个点呢 兄弟们 希望我不能每天都输30个点 那有点 但是就是说这笔资金 那就是输了的话 那就就输了吧 就是这个就行 不会说 对自己造成什么心态 这个影响 就这样做交易还行 就是最坏的打算做的 这个入场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我今天剩下 剩下那两单入场都是错的 欧美真的是 所以说我刚才运气也不太好 幸运女神刚才没有眷顾我 那不知道这单能不能给我补回来 像这样记录自己这些交易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失败的交易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这样一点一点的就会胜率会高一些 像我今天就会记录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 所以大家也希望大家也能有一个交易日记 就无论你是拍照 还是把用它写下来 我看现在有8个点 但我这次想把利润增加一些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入场 我觉得位置还不错 想能不能到15个点或者20个点 就到这个7.2均线这个位置 磅源是真没有力量 它真要下来 哎呀太磨叽了 现在都不动了这个时潮 这种就是最最讨厌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短线要找一个时间段 那时间段动的比较好 所以就在那个时间段做短线 现在这根本就不动了 然后再一点点的下跌 这种是最最折磨人的 哎呀太郁闷了 完全看错方向了 没想到它能一直这么跌下来 那今天应该是输了30个点了 今天有点 有点衰啊真的 那反正不管输赢吧 我只是想把我传达的东西传达给大家 我觉得我传达的应该是对的啊 传达的应该是正能量啊 只不过今天确实是入场的地点有点不太好 大家也可以看上我的这些错误 然后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吧 第一我觉得这个入场点有点少 但我刚才这个入场点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它今天真的是一直下跌 这种跟着它逆势做的话 还是有点有点困难啊 因为今天这个下跌的气势太强了 就像昨天那种稍微这个盘整的这种盘的话 做短线来回做比较好 好那今天5月1号我应该是输了 今天输了29块钱 也就是30个点啊 失败了今天 我们到今天就先到这 然后一次一天的输赢不会代表什么呢 输是很正常的 只要控制好自己的资金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好那今天这视频就先到这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没事 你 你